如否国阵处理主席诺加兹兰表示 他对于自己是否继续征战普莱国席有所犹豫 因为他不认为华裔青年选民会支持他 诺加兹兰今天在面子书回应一则中文报道时表示 尽管普莱有华人商家希望他继续竞选国席 但他说 我还是不相信华裔选民会放下对国阵的偏见 他们认为国阵政策排挤他们 但他们获得大量的教育和经济机会 这是西蒙拒绝给予的 诺加兹兰曾经在2004年到2018年出任普莱国会议员 但在上届大选中败给成信党属理主席沙拉胡丁 诺加兹兰也在贴文中提醒华裔青年 必须摆脱偏见或受害者的心理 因为有数千个例子可以证明 国阵没有启示或偏袒任何马来西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